好 那下一棒啊 是我的老朋友啦 認識他那麼多年 他身材沒怎麼改變 我改變很多這樣子 他身材沒這麼改變 但是重點是James 他他上最早認識他的時候 SEO啊 不是搞這一個 沒有的 他是在做那個教育遊修餘 那個遊 呃遊.. 學校 遊修 遊 遊 遊學的 遊流學相關的 在菲律賓那邊 到現在還只有在做啦 在菲律賓也有學校這樣子 本來以為他是一個教育人 沒想到他是一個紮紮實質的商人 這樣子 做得非常非常好 現在機場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產品 然後上迪斯巴 剛剛提到的是 為什麼變到電塔了 怎麼回事 電塔入侵了我的這個電腦嗎 OK 電塔想要拿贊助是不是 OK 好 然後卷子他今天會跟大家分享 他迪斯巴事實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SEO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科技產品 然後他們現在開始要應該說 已經推出來了 就是用AI的軟體工具幫助他們的客戶 更快速的方便在使用這樣子 所以一樣 四年的時間 四年的時間嘛對不對 待會他會用 這樣他簡報很多啦 那傑哥看到 那人看到想說 他講得完嗎 我們等一下看到 他四五十頁簡報 怎麼要用十八分鐘內 把他講完好不好 掌聲歡迎我們的 JAMS的分享 他為什麼是電塔 你用你的是不是 OK OK 他等一下直接Live Demo這樣子 OK 我們可以請電塔夥伴把全線還回來了 這誰電腦 誰的 應該是豬排的吧 豬排 他走了是不是 這邊有Wi-Fi 有 但我朋友是哪一個 等一下 這怎麼處理呢 還是我們那個投影機重開一次喔 好不好 強制的讓那個 安心接 安心接啦 有 先回來了 然後已經快九點半跟他倒數一下 因為傑克等一下就離開 就跟灰姑娘一樣 所以趁他還還在 我剛才講說趁他還活著 趁他還在現場的時候 有問題 因為外面有個很棒的地方空間 讓大家可以交流這樣子 然後我們JuMS的部分等一下會錄影 錄下來這樣子 大家也可以再偷看一下 欸 不能欸 不能怎樣 沒有 他是說那個 Wi-Fi Head of Time 對啊 應該是正確 我現在比較胖 你們快沒電 呵呵 欸 不能 一樣 YES 你要直接 就直接 就直接 完全就不講簡報這樣 好 私協的簡報就放在那邊了 這也是蠻帥氣的 OK 也在網路 JuMS他同時也是在不同 有一些數位公司 P公司裡面當董事的角色 所以 像活動通也是 所以如果這個 活動通要使用的話 也可以詢問他 對 如果不好用也可以罵他 呵呵 你解釋度也太高了吧 呵 來 大家稍等一下 好久成忘底啊 不過剛剛已經 他開始算時間了 他現在很有壓力 沒有要開玩笑 做過一個齁 永遠無限可以演 沒有 我們在9點半就結束了 不行這樣 不能無限以後 我們等一下還有一些時間 給大家交流啊 OK 現在看起來是完美的狀態 對 那你昨天上 好像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也沒有啦 OK 那就一樣借用各位的掌聲 掌聲歡迎 James 大家好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好 我 我自己在菲律賓有一家 應該說新加坡控股啦 自己在菲律賓有一個 兩所學校 那我們接的學生就是 來自 日本 蒙古 中東 大陸 越南 台灣 大概是幾個國家的學生 對 那所以 我們在菲律賓創業十年 所以有關菲律賓的議題可以問我 所以我對菲律賓的創業應該算 相對來說是首席的 那我在17快18年的時候 成立了 BIGSPA 這一間公司 那一開始我們就是在做 跟這裡也有很多在做SEO一樣 我們就是做SEO起家 然後 開始發展SEO的工具跟軟體 然後接下來被客戶逼的去做廣告自動化的工具跟管理 所以一路被客戶逼越逼越多 所以我們家 Whatever 我們家現在大概有四五條產品線 然後每一條都是SARS產品線 然後建議不要做SARS 真的很燒錢 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公司在嘗試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說從17年底吧 成立了公司的時候我就發覺SEO真的是一個超級手工業 這絕對不是一個可以做的行業 對 所以當下那一個做不到半年吧 我就覺得這個行業真的是見鬼了 實在是太累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開始 開始做這種 想辦法把它自動化 想辦法把它自動化 那一開始自動化做的很簡單 一文纏五文 就是我們內部做的 因為那時候 LM這種模型還不存在 所以1718的時候 所以我們開始做的就是一文纏五文 換標題 或者是自動產一些標題 所以當時的技術 Agile只能做到這樣 OK 但我們那時候就發覺一個問題 就是說 所有的企業在 foreseeable 就是未來 今年感謝TradeGPT 確實讓我們公司多了很多的業績 那實際上這一件事應該是所有企業運營根本 因為很多事情都必須仰賴數據 然後才能做自動化 所以SEO也是爬了大量海量數據可以做自動化 從自動的拍頭寫文長文到所謂的bed link 到所謂的分析 全部都可以自動化 所以 大概我們在解決的問題 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 我今天其實 相信這邊大部分人都已經對AI很有感覺了 對 但AI是不是好夥伴 AI是不是好夥伴 那 它會不會影響我們未來的工作 好 我先承認我們公司今年直接把人數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好 原因是 還在範圍 以許範圍內 以許範圍內 對 那我們做這一件事情其實是 我們讓我們 就是廣告投手 OK 我們廣告投手 甚至 小編 全部AI化 而且全部用我們家的工具 對 那這一些投手其實他們很辛苦 原因是前期他們就是這個工具的主要測試者 主要測試者 對 但我們現在努力把他們轉成sales 但有一些沒辦法轉的 當然自然就不會在我們公司 持續生存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就我們公司今年就是 應該說從去年 從大前年開始 就已經持續的往AI化去佈了 持續往AI化去佈 所以 它確實會影響每一個行銷人的工作 因為我們也是agency起家 所以答案是百分之百肯定 答案是百分之百肯定 對 所以 對 這個對大家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未來 那 TraderGPT其實 重點就是它是一個口拍 就是說 雖然說 它會取代掉 減少很多人力 我們先不要講取代 可是 如果你是一個行銷人懂得應用 這些AI tool跟工具的時候 它是很好你的副駕駛 它是一個很好的口拍 它可以協助你在Digital這個世界 不管在生產效能速率化會更快 所以這些事情都在我們公司可以驗證 在我們公司可以驗證 我們公司這邊有很多做SEO的 我們一個SEO的account 一個人可以負責到25到30個客戶 完全仰賴規模化自動化跟AI化 所以倒不如說我們的工程師是在support 我們可以達到這件事 那這裡面就是可以做 對 那 但這樣AI就能成為好的口拍人嗎 其實 未必 這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大家應該聽過這個 就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對 所以 在做AI之前 你爬收了很多數據 那這些數據 你如果本身沒有辦法做比較好的clean 或分析或模型 其實這些數據沒有用 ok 這些數據沒有用 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 我們也許 我們家其實有很多第一方數據 第一方數據就包含 這邊有洋寵物的舉手 好 基本上你家的狗生了什麼病 我大概應該都能知道 原因是因為台灣 大概 台北市的動物醫院 大甲有名的 全部都在用我們家的系統 對 所以 你看我們擁有這麼多的第一方數據 ok 那我們這些第一方數據 直接給行銷品牌組用 就有用嗎 其實 這是不代表有用的 原因是因為 對於這些人 他需要做數據的 分析或模型或分層 ok 也許他的TA受眾 其實 根本就不是 也許他的TA受眾 只限制在10歲以上的老齡狗 那你就去讓客戶做這個數據的 清理跟分析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從我們的Data Base 總共120萬個寵物氏族的Data Base裡面 撈出來他的寵物氏族在10歲以上 ok 那這一群才是我的品牌 行銷客戶他所需要的受眾 對 因為他可能是老齡犬的飼料 ok 所以 我講一個這已經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但是如果說你有什麼輿情Data 那更多的數據源 打進來的時候 不代表他們可以產出好的結果 有時候你的行銷文案產出來 結果就亂七八糟 對 所以做數據 數據收集完之後 你怎麼做分層 清理 然後最後 未到LLM模型 去產出 這個所謂的 有用的行銷文案 非常非常重要 ok 所以 我們等一下給你展演的工具 其實 它並沒有多了不起 它只是幫你把數據收集好 幫你做了大量的清理 分層 然後變成可用的SEO文案 跟廣告社群文案 等一下你們可以去玩玩看 我因為我現場也會demo 對 所以這個是多數行銷人不知的現實 你可以 這邊有Prom的專家 但可能少數 ok 我相信90%以上的行銷人 現在還不是一個Prom專家 ok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這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常態 不然不會用Prom的工程師出現 畢竟這是新的物種 新的職位 ok 那他們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就是 他們要去把這些提示 做好 才能產出正確的東西 否則你 把 你自己亂加一個指令 mejoring產出來的東西 未必能符合你用 ok 所以這個就是數據的重要性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SEO工具 我們做的東西 你們等一下都可以上線 因為它是SARS平台 它現在 估計 註冊用物已經到快萬家了 對 所以你們都可以去 自己去免費註冊 免費使用 免費體驗 對 那他做的事情其實是這樣 我們把 我們把 台灣香港 總共有670萬筆的網域 Data 排名全部撈下來 ok 這大概是我們做的 ok 那做完這件事之後呢 我們開始來做的叫做 關鍵字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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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想辦法去掌握台灣的排名 還有搜尋量 這個大概是我們去做工具在做的事情 那接下來才是真的味道 這個 LNM模型裡面去產出內容 那內容 我們也有API服務 可以自動化打到你的網站 ok 所以像我們在幫很多電商網站做的就是 什麼iPhone14 iPhone15的比較分析的那些推薦 分析比較穩 那個全自動化 全自動化 那這個大概你們可以想像 這個大概就是AI 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家很常有沒有編輯 但是流量做到50萬一個月的網站 對 完全仰賴這些技術 完全仰賴這些技術大量在做 我們有一個人一 叫WriteTime的網站 ok 這是我們公司內部的網站 只有一個編輯 一個人月流量做到快30萬 這個完全仰賴的就是自動化技術在做 自動化技術在做 所以 剛才忘記是傑哥講的 那是誰 那是事實 那個拆爆狗 對 這是事實 這絕對是可以做到的 對 那最後是API解決方案 就是 我們公司有在賣一些搜尋數據 給行銷同業 可以讓他們去幫 客戶做 品牌數據的分析 就是在SEO的排名 分析 比較競爭這些事情 對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系統的幾個特色跟功能 第一件事就是 關鍵字跟競爭力分析 這是第一個 然後 第二個就是 自動的網站跟內容見解 對 那我們現在還在開發更多的功能 因為 SEO玩樂這件事 關鍵它沒有什麼秘密 它就是社群 intent 就是你的搜尋意圖的變化 ok 當你可以符合Google使用者搜尋意圖變化的時候 你的排名就會越高 所以完全沒秘密 大家都可以做 ok 你要用手工做 你要用自動化做 其實都做得到 所以SEO本來就不是一個 什麼secret 它沒什麼秘密 對 那這裡真正在做的事情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因為搜尋意圖會變化 所以我們家在做一個工具就是 一樣在我們的SEO工具裡面 就是幫你去查看你那個特定頁面 搜尋意圖是不是變化 變化完之後 你應該要再怎麼修改那個文案 ok 這大概是我們家在做的事情 對 然後還有自動化文案的生成跟優化 就是數據丟到SEO裡面資料庫去做 然後還有關鍵字的排名跟最終 對 那我直接決定demo工具 所以就講得完了 好 好 給SEO這個檔字好不好 因為demo工具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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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是我們工具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 那 因為我們工具功能很多 有時候老實講 有些細部的功能我自己都沒辦法記得 對 那 anyway 總之第一件事他主要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 所謂的 競爭力分析 競爭力分析當然就是說 你有很多排名資料 喔 領克是我們 AI的 自動化AI工具 對 那 我們的競爭對手 叫 Edit Geek OK 對 這邊應該沒有的吧 對 他們是唯一一家有做的啦 但數據量應該是我們領先 好 那現在在做的事情 其實他就是可以去幫你看說 你哪些keyword是領先 哪些keyword是落後 OK 那這些資料怎麼來 其實就是 大量把收google的資料後 比較分析而來 好 這個東西對品牌組來說怎麼用 尤其銀行業 OK 銀行業 我必須說台灣有三分之一銀行業 都是我的客戶 對 但是銀行業之間呢 他們也 他們可能也不知道這個 provider都是同一個 對 那anyway 這個裡面的關鍵重點是 大家都想要競爭企業代管 相關的關鍵字 OK 或者是理財金融相關 那這個時候 對他們也拿一些keyword領先 哪一些keyword落後 是他們的一個指標 他們就會需要去追蹤 OK 因為那些品牌字 那些品牌字 對他們是很重要的 他們必須拿下這些主要的關鍵字 所以 對於做SEO 有些老闆拿那些字 是為了一個branding 是為了一個branding 他也未必為了轉換 可是 對於大型企業 他願意為這個branding 砸大量的錢 進去 OK 所以 這個時候我們的工具在做的事情 就是 幫他把競爭對手都分析出來 然後跟他講 你現在哪一些字詞是落後的 所以你必須 必須把哪一些字詞的盤面再提高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 所謂的一個應用 一個所謂的一個應用 對 那第二件事情 其實這就沒什麼了 就是 你到底有哪些東西要檢查 哪一些優化 這個是 你們自己把網站 任何網站丟進去 他大概會跟你說 你哪一些東西缺乏 哪一些東西應該怎麼做 對 所以這個都是 大家可以去測試的一個工具 那第三個就是經驗網站研究 原則上你可以丟任何網站 就是 只要是台灣跟香港 國外也不要丟 因為我們大概只有爬台灣香港的資料而已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台灣或香港的資料 那爬子丟進去之後 你可以去看到的就是 一樣回到 這個搜尋量 關鍵字排名 相關的所有細節 全部都會在這裡面 那當然還有一些 反向連結啊 這些相關的應用 你都可以去看 因為這些都是 比較深的 影響到SEO的一些指標 對 那這邊如果做SEO 可以找我們合作 因為我們家 把Bellink都AI化 自動化了 對 所以你只要付給我月費 我就可以幫你一次 一次在不同的網站上面 跟埋設大量的那個 反向連結 所以這大概是 我們在做的一些東西 那 再來就是 大家比較熟悉的 大概就是現在的深層的 有什麼關鍵字 阿楓 現場 我們要 出個題目 來 來 就你出了 等一下 隨便調一個 進來 進來 台北美食 好 台北美食 台北美食 好 台北美食 好 那 有有 好 現在他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從我們資料庫撈 OK 撈這一些所謂 跟台北美食相關聯的關鍵詞 對 有時候會撈比較久 我先承認 對 但他現在就是從我們的Database 裡面拼命在撈 對 有可能 對 那台北美食搜尋這一組關鍵字的 他可能延伸相關的議題字 非常非常多 他其實就是延伸相關議題 關鍵字非常多 那撈出來之後 這邊還可以持續再往下生成 我就不讓他生成了 因為很久 對 好 你大概可以知道用戶在找的就是 主要 對 因為我們是台北美食 所以 可能用戶在找就是台北美食的排行榜 或CP值比較高的餐廳 欸 還真的有人會找這種字 對 然後飲食美食 那 在這邊他就會自動在幫你產生文章標題 那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字詞 或你覺得搜尋意圖是 你想要找台北特色美食 你可以點一下 叫他重新生成 OK 他就 就剛剛我講的 就是技術都沒有難 就是只是幫你做重新 減少你很多重複的工作 OK 那如果你覺得 好 例如說我不喜歡這個 這個標題實在太長了 我可以叫他加長或縮短標題 他現在其實就在縮短標題當中 OK 所以他大致上已經幫你把整個SEO的一些 比較容易吸睛的題目已經都幫你整理好了 那整理好了之後 大家可以想像大概就是 好一個 我這邊選一個好了 對 大概就是讓他去纏段落 那這些段落呢 以一個寫PR公關的人不會喜歡 因為這是文章 這是SEO用 OK 先說明一下 我也先打個預防針 這是SEO用 那他基本上能做到的事情 就是去幫你把這個 所謂的SEO的段落給長完 SEO的段落給長完 對 還是要等他一下 對不起 好 讓我先補充一下我們還有什麼隱藏功能 對 好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的一些隱藏功能 讓我跳一下 對 在他做的那個 那個 對 三層當中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的客戶滿常挑戰我們就是說 這個產業深度不夠 所以我們之後 會做像那個 就是一個解讀的功能 解讀的功能丟進去之後 他再幫你重新整理成SEO結構文章 這是一種 一種應用 所以你可以上傳那個檔案文件 然後叫出圖片 OK 叫出圖片 那我知道這邊有技術大神 我等一下可能要問他一下 因為我們家在圖片生成這一塊有點卡關 對 就是確實 我們有一個 我們大概有100億的廣告數據量 對 但是這個圖片生成我之後可以聊一下 對 這裡大概就是會幫你叫出圖片 可是我們的叫出圖片 其實是從圖庫裡面抓的 OK 那AI還可以幫你做什麼 自動文獻來源 文獻來源 的貢獻 對 然後 還有醫療保健 我們再接那個醫療保健資料庫 對 那他就可以去防止那種 那種跟 採雷的 採雷意思就是說 不小心用到一些會被罰款的 的致死 所以以上這些你們可以想像這些都是AI可以做的事情 都是AI可以做的事情 好 我希望他採完了 應該早就採完了 對 好 這是他採的一些文章標題 你一樣可以自己去編輯刪除 或你可以自己拖拉段落 OK 好大大雞排比較有名 所以他在講好大大雞排 對 那 你覺得段落太長 你就叫做縮短加長 一樣的概念 OK 那如果你覺得他沒什麼問題 你就可以讓他去採 SEO的 的文案 他自然而然就會開始去採 他自然而然就會開始去採 那我們的數據源其實基本上一個是 SEO 因為這邊有做輿情的 另外其實就是輿情 輿情不是我們架的 尤其我們就是跟我們的一些partner datapartner去接 對 然後 所以他自然而然會產出的文案 就是根據SEO的結構 然後根據尤其的結構 然後去產出一個比較可編輯的文案 對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已經在產 他已經在產了 對 時間有限 我覺得你們自己去測試 好他常完了 好很好 等一下 我這邊可以直接測試 對可以可以 對 對 那這個按下一步之後 你就可以想像 他可以直接傳到你Awareplace 或者是說 有一些電商網上就跟我們接API 好大概 大概他的應用情境 大概就是 這樣這個樣子 好 好 那第二個產品 你看我一次挑很多頁吧 對 第一個產品就是AI投手 對 那我們家其實在 大概在四年前開始做AI投手 對 那一樣我們覺得 投手這件事是一個工作量體 非常大的一個工作 而且很累 相信問Tattoo的Jerry 絕對知道 對 你看他的眼神有多累就知道 對 投手真的很累 投手真的是一個很累的工作 電商跟投手都是很累的工作 對 那對於企業主而言 我們這套工具其實 老實講 我們是 一開始是做代理商的 就是行銷公司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工具賣行銷公司的 但我們這個版本 今天現場版本 我講的比較是中小企業版本 那中小企業版本 他們遇到一個問題是 請問 你會接預算 低於 沒有 不要講 他是10萬 我已經知道了 3萬塊的一個月的客戶你接嗎 對 你會PASS給別人嗎 對不對 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 3萬塊能賺錢嗎 對 賺不了錢 你3萬塊一個月的廣告預算 絕對賺不了錢了 對廣告公司而言 他有 衰金 然後現在被Google FB都不給 OK 不像以前的 所以 20%的服務費 絕對賺錢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們解決的 其實就是卡圖必要的客戶 所以請下次給我 10萬塊以下的客戶 其實老實說 對於大部分行銷公司 超錯都是賺錢的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丟給AI去投 我們這已經驗證 比很多廣告小白還要來得好了 對 對企業主他們擔心的是什麼 第一個我廣告出了問題 OK 當然廣告人員總是要度假 總是要休息 這是事實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成效好或不好 其實 老實講你一個月只有3萬塊 你也不要要求人家太多了 第三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的外包行銷 會不會幫我努力省錢 事實上他也沒力幫你省錢 對 因為你也只有3萬塊而已 他在省的錢 他也沒賺多少錢 OK 因為這是人性 我們不能躲避人性的問題 再來就是 但是他通常也很忙 如果你有一個3萬塊 他可能接50個客戶 對 所以大概他會遇到幾個問題 對 那AI其實幫你省三種成本 第一個叫時間成本 OK 你自己要去跟人家溝通的時間成本 那第二個叫投放成本 投放成本 因為AI時時刻刻都想著幫你省錢 因為我演算法就是往這個方向去寫的 對 那第三個就是心理成本 你知道溝通的心理很累 我相信老闆有管過人的 全部都知道 管人真的很累 那實際上AI他不會跟你做對 你知道嗎 他就是你叫他設定 那演算法往那邊 他就往那邊去做 這是一個AI的好處 這個都是實際案例 你要想飯店業一個月能投多少錢 三千、五千、八千 了不起 結束 OK 丟給AI去投 那當然說 也有一些比較中小型的醫美 他們也是用AI去投放 這個實際上都可以幫他們去做到 節省我剛才講了三個成本 時間成本、投放成本、心理成本的問題 對 好 那這個是我們內部實驗出來 我們現在AI投手 你會把他想成他一個人 這個人一個月投放額大概八千萬到一一二 這其實是非常驚人的 這其實是非常驚人的數字 就是 這個AI投手 現在通過我們的agency partner 品牌組 投出去的預算就在八千萬到一一二 一個月 對 那這個是實際上 他丟出來的績效 平均會比廣告小白還要來得好很多 OK 但是 如果你要拼轉換了 請招tattoo 因為 因為呢 這個拼不過人 這個拼不過專業投手 所以請你不要有錯誤期待 認為他可以取代專業投手 沒辦法 所以你頭頭要找誰 就塔圖 對 好 因為找我們家 我們也只會用AI投 對 OK 所以 這裡面的一個核心重點 就是說你不要期待 就像我剛才講 為什麼一直強調口拍 就是說 你不要期待 AI可以去幫你做所有的事情 百分之百 這是錯誤期待 這絕對是錯誤期待 對 可是AI可以做的事情是 我現在不敢說那麼滿 但是我覺得有 你如果你是在很junior的投手 你要很小心 因為AI投出來的平均performance 比你好很多 這是事實 因為畢竟這個演算法 是砸一兩百億的廣告預算下去做的 對 所以 數據一砸進去 它怎麼優化 老實說 你問我們的AI工程師 他會跟你說我不知道 AI決定了 這已經不是他可以決定的事情範圍 對 那事實證明它就是比很多小白好 所以我們公司的公關完全沒有廣告背景 OK 他只做一件事 丟給AI 他就不管了 對 然後我們的campaign 報名績效也都是 如果有機會 你們上活動通也是 活動通也可以一起用到我們服務 對 就是說你辦完活動之後 你要下FB廣告 OK 以前是不是辦完活動 你要截圖弄素材寫文 那再去丟FB廣告 超級麻煩 現在在活動通的後台 你一鍵 你就可以完成這一件事 就可以直接投放廣告 對 活動通的演算法跟這個 我們現在賣給指引客戶的演算法不同 因為活動是短週期的 三到五天內 他的那個預算就要boost下去 所以演算邏輯不同 所以如果你要下活動的廣告 要用活動通哪一支 對 因為他那支演算法才是特別設計過的 對 那一般的這一種是適合branding 品牌跟流量科 好我加速對不起 對 有人叫我加速了 好 重點就是我們的系統很簡單 就是從素材文案 然後 你自己設定好廣告 會開替廣告帳簿之後 你連結之後 它就是24小時優化跟監控 還有寫報告 對 所以代理商超愛用寫報告這一套 因為可以直接省時間 然後丟給客戶 好 那我要直接快速講demo系統 對 好 那這個 我先從廣告報告 因為這一頁剛好在廣告報告 Anyway 這個呢就是 代理商可以去修改 或者是說你們是行銷人員 要寫報告給老闆 對 你就可以去修改寫給老闆 OK 就可以去修改寫給老闆 它有不同的campaign名稱 都幫你整理好的 甚至連這個 銷售漏斗圖全部幫你做好 OK 好 所以你是電商的也可以用 好 電商的也可以用 對 所以這個是相關報告 相關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 所謂的廣告優化 那廣告優化 我快速講一下 你們現在看到這一幕 就 就 這個是活動同現在正在發生的後台 OK 好 所以呢 這個是代表它調整的這些受眾 那 有人在投藝文寫作班 還有人投什麼由金門到金門消費 抽亞洲機票的 AI時代來臨 美善基金會 whatever 這些就是現在在發生上面的活動 那只是呢 以前這一件事是怎樣 客戶要下廣告 活動通 好 你給我一筆預算 來匯款 結束 然後我幫你上素材上文案 好 我幫你開始投放廣告 我寫完報告寫給你 請問這一段 這個成本高不高 很高 極高 OK 那這個時候這一段 以上全部就AI化掉 好 對 所以AI去幫他調整受眾 幫這些他的campaign的客戶 調整所有的受眾 OK 調整所有的受眾 對 那專業的廣告投手 會覺得說 我覺得你下的受眾不好 我要擴增受眾 我要選擇受眾 全部都可以在我們系統內自動完成 全部都可以在系統內自動完成 好 好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你可以 簡單來說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什麼是好廣告 什麼是壞廣告 OK 這個AI判讀的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他從大數據分析的 對 他只會跟你講哪一些campaign 算是好的 哪一些campaign是壞的 對 他會自動幫你開關關題 對 然後到了半夜的時候 沒人看廣告 他會把你的廣告關掉 OK 到百天他會幫你重啟 對 絕對不會有個投手半夜 一點起來幫你關廣告 這件事是不存在的 OK 對 那再來呢 要給老闆報告截圖也很重要 截圖也全部幫你做好了 OK 每一檔campaign底下的performance跟績效 也全部幫你做好了 OK 所以他非常的簡單方便 好 快速挑戰一下 廣告 丟廣告數據 下去產生出來的文案 好 我先隨便打一個東西 好 還是有人想挑戰 有沒有什麼想挑戰 早點下班 少點下班這是什麼 產品就是 對 產品 那就是 超跑好了 超跑 你最近要買了吧 沒有 我想跟你趕快結束而已 好 超跑 先快一點 好 OK 你要打什麼超跑的主題 什麼品牌 我不熟 我對超跑不熟 寶石節 豬排最近想買 寶石節哪好 我不知道 對啊 你要廣告主題啊 你真的是 你到底是不是行銷人啊 活動人 行號老師 啊什麼 叫行號還是 行號嗎 就是你要打的廣告主題 我來寫一個 我來寫一個 不好意思 我畢竟沒有像阿峰這麼有錢 買飛機是不是 假設豪華錄影好了 好 對 好 化 錄影 親自有 對 小孩 對 我有小孩兩歲 好 化 錄影 親自有 我的受眾就是家長或父母 好了 父母好了 對 用 然後廣告切割 這邊你可以選 你要什麼切割 例如說你要網紅 你要文青 情感觸動 那基本上他會從我們的廣告數據資料庫裡面去撈 對 假設我選網紅 我想要讓他寫中篇文章 那時候我就可以丟進去叫AI去開始寫 對 這個是行銷公司很愛用的功能 因為他寫出來文案比我好 OK 我一定不敢說 這裡有 應該有文案高手 但是 欸 等我一下 USAGE 不是 這是LiveA 就是他把我的那個 那個點數扣完 老闆你是有點數限制的 老闆你再繼續下去 我要跟你多收錢 事實證明 那個給40頁簡報的 是不太能相信他的 嚇死這個 我要用AI來篩選一下大家的簡報 所以你馬上就加了點數 你剛剛有加點數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剛才把它刷新一下 因為 刷新就有點數了 對 因為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工程師也不在 也下班了 對 還是靠AI 還真的是USAGE 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點數被用完了 你們在自己測試啊 因為這可以申請測試帳號 一樣是SARS 直接上我們的SARS 上面去測試 對 我這邊有一個備案 等我一下 沒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他寫出來的文案 這個完全一字不改 這個完全一字不改 對 這是完全一字不改 然後如果你選那個網紅風格 會幫你把那個 就是那個 表情圖示 跟Hashtag 全部都寫完 那這些東西怎麼來了 講簡單一點 就是 我們有很多的 很多的行銷公司的partner 他們每天都在下廣告 下完廣告 我們就有更多的數據 我們就知道CTR 什麼是好的CTR寫 好的文案 再把它砸進去 模型叫它去寫 OK 概念大概是這樣 好 結束 對 所以我想講的事情就是 說一下我們公司在做的事吧 對 我們公司其實就是在幫企業主省時間 對 就是 省時間、省成本、省心力 剛才回扣我剛才的主題 就是把稅項執行交給AI 降本証証跟數據疏離 最後 這是我們的AI問題解決方案 從內容行銷 到搜尋優化 到廣告投放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